台中后风铁马道发生了一起行车纠纷 一名骑士不满前车驾驶不过危险 看到路边自行车业者懒客 竟然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挡住去路 骑士气得按喇叭 没有想到引发了纠纷 双方当街互抢 圈着的红灯 驾驶转头跟骑士大吵 双方互呛就修 火气超大 骑士气得大吼 绿灯快点走 这起行车纠纷 发生在台中后铃马场 冲突导火线 就是因为这一声喇叭 原来有业者站在路边 揽客足铁马 驾驶不过后方 有没有车 直接停在路中间询问 导致骑士不满 按喇叭 车子来 他就直接把他拦下来 开车的直接停下来 如果后面过来的 没有注意 破压压品就是驾驶 到我都不要抢 实际回到现场直击 这辆轿车也一样 驾驶连打方向灯 都没有 直接停下来 沿路也有许多 租车靠边停的看板 以铁路公路 车站或其他交双平凡住所 玫瑰兰克 妨碍电风助寄者 古今代并 一切五百元比赛 后铃马场观光最出名的 就是骑铁马 先前就因为业者互相抢客 引发争议 这回路边兰克 间接导致行车纠纷 负面形象 再扣分记者最后报答